8號東北列風或暴風訊號,現證生效的 在下午9點,強烈熱帶風暴馬鞍集結在香港東南偏南大約26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,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 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,馬鞍在明天早上會聚接近香港 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約200公里範圍內略過 預料本港明早初時會普遍吹熱風 8號熱風或暴風訊號至少會維持到明天早上的6點 市民明天早上出門前請留意最新的天氣報告 馬鞍正逐漸靠近廣東沿岸,香港離岸和高地正吹熱風 受風暴潮和正直天文漲潮,則如沖的海水高度 會在明天早上5點至9點期間,比正常升高1米左右 海水上漲可能會引致低瓦地區出現水浸 市民應該盡量避免進入可能受到影響的低瓦地區 以及遠離危險的地方 由於海面有非常大浪及擁浪,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天氣預測方面,明天會是吹強風至烈風程度的 冬至東北風,高地間中吹暴風 明天早上會轉吹東南風,稍後風勢減弱 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,明天雨勢有時火大 星期五仍有幾陣驟雨,週末至下週初,天氣會好轉